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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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拉面的味道就是没有那么甜 新拉面会觉得有点太辣了 就是它会比安城汤面对我来说味道更加干净一点 干净这个西红词我不知道用的对不对 反正韩语里面有一个词叫 我应该怎么形容 毁了我找不到词了 我编辑的时候如果想到了合适的词再放进来 清爽一点 嗯 我编辣的 是否很好的 炒饭 我使用这个炒热 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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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咸 Technningen 可以着冰金 音乐 有一个很好的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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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讲话 我刚才想着 音乐 音乐 我一种 可以 你不想看这个 就像个草包 哈喽大家 刚刚我在家里面正在看视频 然后 我的妈呀 DHL给我送来了这个快递 这应该就是那个 坚果投影仪 给我寄的这个 快递 那先说明啊 这个视频不是付费推广 坚果这个品牌呢 他们的PR就是给我寄了这个产品 然后让我来试一下 我还以为挺大的看图片 没想到挺小巧的 是一个 好可爱呀 长成这个样子的一个白色的投影仪 等一下 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我需要拿出来时间 好好研究一下 但整体的这个造型我还蛮喜欢的 本来我看图片 我以为它挺大的 没想到其实并不大 我觉得这个大小放在我的床头 可能放不下 因为我床头输太多了 不过这个大小不大 是我最满意的一个地方 然后剩下的这些呢 我要等晚上回来再研究一下 因为我现在要出门办一些事情 OK 那我们就一会儿见吧 大家好 大家现在是下午一点半 多 然后我现在出门 去把这些杨诺老师买的书 给她打包寄回去 刚刚本来看完香跟大家说 马上就出门来着 结果 我妈给我发信息 丢了一大串 她同事想让我带购的东西 我真的是 给她掰吃那个东西 掰吃了半天 掰吃 这个词不知道大家那边用不用啊 反正我们那边叫 倒吃掰吃 就是给我妈聊 什么东西能带 什么东西不能带 像洗发水啊 这种老陈的东西 我真的就是没法带 其实很多朋友 往往会跟我私信说 小姐姐能不能帮忙 带购一个这个呀 能不能帮忙带购一个那个呀 但是我不能帮大家 带购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因为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想要带购的人很多嘛 我不能说帮一个人带 帮另外的人带 但是我要都帮你们带吧 我是没法带的 因为我肯定带不下 像我这一次 我的两个箱子基本上是满满的 所以抱歉各位 不能帮你们带购 哦天了 不说了我得换个手提书 这对书太重了 那我们一会儿见 我们学校的小野猫们 这只特别可爱 那边还有一只黄色的橘猫 好萌啊 有人每天给他们喂饭 嗯 香妙无意了 下周就能看见了 开心 哈喽大家 我现在寄完东西出来了 今天给我 负责寄我东西那个小姐姐 好像是新来的 所以就我寄那个东西 就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然后本来打算去大学路附近的一家 很好吃的意大利面餐馆吃个饭的 结果时间上的话 现在已经两点半了 他们已经打烊了 就是停止接单了 所以 我现在打算去明洞 因为早上妈妈打电话 让我帮忙代购的 她的同事们 需要我帮忙check几个奢侈品的价格 所以说去明洞帮他们看一下 然后顺便我在明洞就解决一下午饭吧 毕竟那边旅游区景点嘛 估计这个一直营业的餐馆也会多一点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明洞吧 久违的今天出了会儿太阳 开心 大家 我现在刚刚从乐天出来 妈妈的同事看了价格 然后找了一下never 这附近能吃减餐的 吃的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今天中午就打算在这边吃点减餐 面包什么的 东西好像还挺多的 店了一个这个火腿跟cheese的一个三明治 但是我们不能给你吃点减餐 我该是酒店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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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一次就是正在报名的这个初级班的话 到那个时候就是明年二月底开课的时候 我可能会跟上上一些练习课 所以其实准备的东西还是特别多的 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放假了 但是这个假期估计不会特别轻松 刚刚我跟北京的同学发微信联系了一下 我打算一月初的时候去一趟北京 处理一下工作上的事情 这个是我回去之后的一个短期的计划吧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回去之后应该不会马上继续开始更新Vlog 也就是说我11月25号更新完的那个Vlogmas之后呢 我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 因为各位真的理解一下啊 虽然说我看很多朋友的弹幕说 说小姐如果突然断更肯定会不适应 但是理解一下 这个我连续更25天的Vlog也是非常的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是蛮辛苦的 所以说呢 等这一次Vlogmas结束之后 我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 大概会从明年年初开始重新更新 然后对 我现在就用 之前我买了这个BT21的本子 被我专门用来整理我的这个 韩国语教育的一些课件的东西 我准备来 开始着手准备一下公开课的内容 昨天跟杨朗诺老师商量了一下 讲什么样的内容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商量完之后呢 决定从跑弹RUN BTS里面 找一些内容的点 毕竟这是我最熟悉的 而且跑弹也这么多期了嘛 肯定有一些能抓到的东西 所以说我最近的任务就是 来回的刷跑弹 从里面找到一些 我可以提炼出来的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韩语的知识 然后准备在公开课里面讲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吧 我们就聊聊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TS21出了这个 BTS21 Universe 这是一个BTS21宇宙的一个东西 哇 好可爱啊 但是好像只剩Tata的了 iPhone 11的壳出来了 这种镜面的 我在算明天去江南那边的BTS21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样式 我这个壳 可以当镜子照 哈喽大家 我现在来到BTS21 打算给明天跟我一起快餐店那个小姐姐 就是你们见过很多次那小姐姐 买个礼物 算是新年加圣诞礼物吧 那小姐姐跟我一样都喜欢七米 所以说我可能打算给她买一个 跟七米相关的礼物 看有没有合适的 最后决定买这个送给她 其实本来我是想买那个跟我家里那个Cookie一样的那种靠枕的 但是没有货了 现在只有这种抱枕 所以打算买一个这个 明天送给她当新年跟圣诞的礼物 买了 开心 在现在有那些系列里面 我觉得最实用的就应该是这个抱枕了 至少能抱着睡觉 其他的我觉得什么那种玩具的耳朵呀 那种我都觉得感觉不是很实用 所以最后呢选了这个 这个小姐姐呢 之前我看有弹幕问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前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米八 然后在米八认识的 后来因为学业的问题 我们俩几乎在同一时间段 从米八退了出来 但是之后呢 我们俩一直都有联系 然后每次追星的时候 我们俩都一起 虽然说每周去发展店这个事情 我们俩是双向的 互相都喜欢嘛 互相都喜欢房大 所以每周都去 但是那个小姐姐真的 在每周那一次的去快展店的时间里面 我们俩就是互相分享那些快乐 真的足够扫去我一周的不开心 就当我压力最大的时候 那个小姐姐给了我很多力量 所以说我想送一个小小的礼物给她 表示感谢 那就买了一个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家吧 今年我讨压了一个小姐姐 我比你这么多钱的 我已经很多人吃了 很容易吃 我一定会吃 就用这个东西 放入主席 淡了 来 不是 其实 它的 小火 小火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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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 现在是晚上7点20左右 然后我刚刚把那个坚果的投影仪给装好了 然后我试了一下 本来我以为因为我在国外嘛 所以说其实国内的很多视频是有局限的 不能看的 所以本来我以为我只能用投屏 看一些我下载好的东西 结果没想到我冲了他们的会员之后 居然能看那些本来受限制的东西 然后刚刚我找到了我国庆期间 特别想看那个我和我的祖国 因为国庆我在韩国嘛 所以没来得及看 那现在呢我就赶紧把这个视频剪完 然后晚上躺在床上 想好好的看一个电影在睡 嗯 开心 OK 那这就是今天Vlog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明天 嗯 明天 明天是礼拜二 明天要去快闪电啦 那我们就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爱你们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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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